又远 阿弥陀佛是万德鸿鸣 一鸣朝德庆五不敬 这个一句意思就深了 虽然深 我相信我们的同学 能体会 能接受 为什么我们停了学习这么多年了 我们肯定 一点都不怀疑 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 确确实实是万德鸿鸣 这一句名号展开 那就是 摄放三世 一切祝佛如来所说的经教 一句名号全包了 这一句名号 也就圆满寒舍了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你念这一句佛号 你把整个佛法通通念到了 一个都不漏 念一句阿弥陀佛 把摄放三世 无量无边 祝佛如来 也通通念到了 都包括这几句 大小年本 都讲到 摄放祝福 赞叹 阿弥陀佛 摄放祝福 称阿弥陀佛 这还得了吗 真念这句阿弥陀佛 无比的殊胜 真真不可惜 一名照德佛 用这句名号 照到的德 这个德有修德 有信德 信德修德 通通照啊 换一句话说 你就圆满了 顾及 支持名号 为真心 修行一定要知道 我就是用念佛 就这一句佛号 不比更是观想参究 不要 再用啊 这个念佛有四种啊 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 十项念佛 都不必要 就持名 持名念到相应的 四种念佛 全都得到了 残就是禅宗 教下 全都不要了 你就这一句佛号 领到底 你看 至简易 最简单 最容易 至直接 直接了当 修成佛的大道 他不是菩萨道 不是深闻道 不是原觉道 更不是天道 他是成佛的大道 试出世间一切法 究竟圆满的大道 这能不修吗 这能不认真干吗 我学了六十年 我相信他 越学 越相信 越学越没有怀疑 越学越肯定 甚至于 我在早年 就非常想学 莲职大师 莲职大师 也是光学多文 到晚年 统统放下 就是一部弥陀经 一句阿弥陀佛 我也是想 统统放下 耶稣 就学一部 那个时候 老师还没有 把这部经 传给我 传给我的事 弥陀经 要解 我就想 一生 学 要解 讲 要解 以后老师 这部经 给我了 我看到 无量的欢喜 花园经 不讲了 讲了一半 不讲了 我去专讲 无量寿解 讲了十遍 我 能 我 我 我 你 我 我